我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我会说英语 所以当我尝试为自己制作一个YouTube频道是 这个频道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兴趣 因为这个视频对美国观众来说很有趣 而当Poja本来想用两个全息图来写它 但在两个全息图中完成了最难的那个 因为跑步很难 因为今天我必须在健身房做一个艰苦的陈恋 所以今天Poja也为自己得到老它 内自干微笑着我当然开始明白 我需要更好的吃 而且要吃得适当 而不是在不训练的时候才开始吃 所以也许你会对我吃什么 什么时间持感兴趣 这样我就会写评论 比方说不会像今天这样 你的支持就是你的评论 你的时间你的分享 所以第八天八公里 我们要一起看看已经锁断了多少 但每天都会越来越难 因为这一切都取决于你们 我们到几个月 我们到复在一圈 我们到复在三十三 台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